日前第十六届终以投资高峰论坛顺利的召开 作为以色列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投资论坛之一 会议聚焦了中国和以色列的投资战略 以色列企业在华的市场营销 中国赋予投资医疗生物产业等等议题 那出席的嘉宾 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终以在科技领域应当更加注重合作互补 市场主导 竞争极其的巨大 还有好多人等着抄心理的东西 在以色列是另外一个环境 在那边完全是一个 以科技的发展本身为推动力的 还有一个就是 以色列人他们的民族性是停不下来的 所以本身有他们自身的动力 去推动他们往前 所以你看这个两者之间的 原动力是很不一样 但是又非常的互相弥补 感谢观看 没有 感谢观看